大家好 我是蒋斯莱巴 那么接下来的几节课 我们将来详细的讲解一下 如何去安装部署一个安除代码的一个编写修改的一个环境 那么这么一个编写修改的话 在其实在官方已经有提到了 就是官方的一个指导网址在这个地方 从这里可以获取到第一手最为患 最为详细的一个编写信息的 那么大家想都可以知道 这一期内容的话 我们比如说编写系统呢 主要是一个AOSP 也就是谷歌方方所提供的一个系统 并不是什么修载版的一些其他的一个系统 是AOSP 那么下载约码的时候 也是从这样一个官方的一个方式来进行一个下载的 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一个网址 在这里已经打开了 好 这个网址呢 是官方所提供的一些编译下载一些配置 还有一些信息 从这一个地方 download and building一个这里 可以看到这里可以 确实化一个编译环境的一个可以看到我们想要编译时候所需要的一些设置 首先我们要先来确定一下我们要下载的一个版本 那当然这里的话不按摩缩了自己去看这一些内容的话也是可以的 然后这里就按照我的一个方法来进行一个下载的一个说明吧 首先要来看一下我们所要下载的一个原码的一个版本 从这里可以看到这里有这么多对吧 有这么多这么多 那么这一期我们的目标的话是一个4.4.3-2e的 也就是这个版本 就是这个4.4.3-2e的tiktok的一个ktuboxl一个版本 可以看到这是它的一个版本书 然后这里是它的一个brunch代码是一个-1 它的一个属性是一个pika 然后它后面这个是它所支持的一个设备套的一个版本 就是说这一个版本的一个代码 它可以支持Linux7的一个设备 还有Linux4以及Linux10的设备 如果你用的是Linux5的话就请 如果是用Linux5的话就请下载这一个ktu80m 也就是对应的brunch这个版本的一个一个代码 好那么这里已经确定了 我们这些内容我以这个为例子 加一个4.4.3版本的一个东西 好根据这个呢 我们就来配置我们的一个边界环境 首先我们要先来安装一个gdk 请注意一下旧版的gdk 也就是从2.0-4.0为止呢 是用gdk5的 然后从4.0-5.0的话是用gdk6 6.0-6.0的话是用opengdk7 然后6.0以下的话 则使用opengdk8 请注意一下最新版的是opengdk 但是旧版的话是用一个甲骨文的一个加瓦的 也就是我们 也就是我在定义捷克中 所收购的那个奥克里甲骨文公司的一个gdk的 好由于这里我们所要运营系统是4.4.3的 也是一个旧版的一个系统 所以我们要从网上去下载一个甲骨文的一个gdk才行 就是一个欧尔 甲骨文是一个欧欧什么什么那个 那个那个 一般中种可以下载得到 从这里 甲骨文的一个gdk 那么在这里 我们逼应的是4.4.3的那么对应者 我们就要使用一个gdk6 给卡版本的使用gdk6 从这里看到这里是使用gdk6的 上面这些是使用一个opengdk7的 最新的这一个6.0的话是使用opengdk8 这一点请注意 如果没有下载对应的gdk的话 那么在变异的时候 就可以发出一个加尔版本的一个不对 那么当爆出这样一个错误的时候 再来进行一个gdk版本的修改也是可以的 那么gdk的一个安装的方法的话 具体来说就可以参考一下百度的一个方法 那么下面的话就不太说明了 接着我们就要来安装一个编义库 而这个长指令的话是对应的一个 无关图14.4来说的 由于我这个编义系统是比较早 要要早所配置好 所以我这个版本是一个14.4版本 如果你们下载到新的一个15.04的话 就从按照官网所说的一个进行一个操作吧 对吧 从14.04的话就需要执行这一行代码 如果15.04不需要够那就真是负责了 如果14.04的话就来执行这一行代码 最后我们就来下一个usb文件 因为把这个文件给放到这一个地方充去 那么才能让我们的无关图系统给链接到我们的手机上去 那么这里我就来实际的去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如何进行一个配置 首先 那么这里的话 考虑到大家制作一台计算机 之类的 好那这里我就使用一个虚拟接下来进行一个演示 这里我就使用一个visualbox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也是可以使用vmware来进行一个模拟的 如果你是iOS平台 mwc平台的夸就不需要了 mwc平台的夸在这里的夸是有其他的一个说明的 我看一下应该在下面的夸会有一个说明的 如果没有夸可能是他已经放弃mwc了 是不是不太可能 你看一下有没有mwc的一个说明 对 这也是对于mwc的一个版本的一个配置 由于我个人并没有mwc 那么这里请大家自行的去 去看一下 好 这里 我就在windows上使用一个visualbox 来创建一个vmware系统 好 注意一下我们的创建vmware系统是linux 是一个四位的一个东西 好 分配的内存的call 我就分配一个4GB的 尽力的内存的call比较大一点 不然在b1过程中就很容易造成一个崩溃了 那大家最好还是分配8GB的delay 好 接着这些的话一切就按照一个mware 然后硬盘的大扫是最少需要一个200GB的东西 但是实际上会被配用的这么多就不太清楚了 好 这是一个必须的 接着我们在这里加载好我们所下载的一个镜像文件 比如说这里我是下载一个14.04的一个 英文版的一个vmware系统 并不是国内的那些清理版 因为系统不一样 然后很容易造成各种各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这里我 不说明的话一概都是使用一个默认的一个系统的 好这里我们加载我们的一个系统文件 一个iso的一个无关图系统 好我们启动 这是我们在创建一个无关图 并且对它进行一个安装所要进行的一些操作 可以看到整一个无关图系统 它在安装的时候整一个过程是非常非常的智能的 基本上算是一个全系统文化的一个安装 好我们来让它来进行一个安装吧 我称赞一个机缺号给大家来讲一下其他的一些东西 在这里的话它的一个详细的说明 就是我们一个配置的说明的话 这里是非常非常的讲非常的详细的 最简单的操作的话最好还是去官网上这些一个查询 也就是说有事的话最好还是查一下官网 这里一切都按照默认来搞就好了 在安装编译方面的话 多查一下一个谷歌方面提供的一个sdk的话 可以解决非常非常多的问题 所以一个问题一定要先多查 好一切都按照默认 这里是选择一个语言文件还有建栏文件 然后是我们的一个名称 随便写就好了 好好好 收了好密码 然后一切按照默认来好 然后他就会自动的进行一个文件的复制还有安装 整个过程的话可能会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那么需要时间长度的话就根据各样的内容 跟计算机的一个性能的话也会有不一样 那当然 如果计算机的一个性能 比如说它的一个内存 不怎么好的话 那么这里这里就真的要加上去了 不然的话肯定跑不起这一个吸引机的边理了 他官方的所要要求的话 如果是实体机的快要8gb的内存 如果是虚拟机的快要8gb的内存 那么就需要一个16gb的内存 这是他官方的配置的一个要求 不知道在哪里里看到过是什么东西要求的 这里的快要就尽量弄一个比较好一点的机子 如果你有另外一台计算机的快 还是尽力装在另外一个计算机上面 当然如果有需要的话也可以装一个双系统 需要的话可以装一个双系统 那这样也是可以接受的 好那么这里就等待他去自动的去完成一个安装网 好我再说一下下面呢 安装完以后的一个东西 安装完以后 我们还需要再下载一个ROS文件 然后对一个USB端口进行一个配置 不然在后面搜索的时候 可以出现一个找不到手机的一个现象 下载到这么一个文件以后的话 就放到乌方图系统这边一个部落下 进行一下设置就行 好 好那么这里就先上停一下 好的 那么在这里的话 整一个系统已经安装好了 再可以看到 安装好以后 我们把我们的盘位给弹出 然后进行一个重启 就可以看到一个乌方图系统 它被一个这些个启动 这是最原始的一个乌方图系统 我们现在等它进行一个打开 好啊 这是最原始的一个乌方图系统 它是不但任何增强功能的 如果是想在Visual Boss来上玩的比较好的话 我们要先来安装一个 先来安装一个增强功能 从这里设备安装生产功能中 我们来安装一下功能以后 才能使用到它的一些 Award的一些功能 我们这里进行一个 呃功能上的一个安装 好 我们进行一个 进化安装 这里就属于我们刚才 充裂系统的以色的一个密码 让它来进行一些文件的一个拷费 嗯 等它一个所有的一个操作 给跑完以后的话 那么它的一些额外功能就能够完成了 呃 这些功能功能的块 主要还是 主要的块就是包括一个呃 粘贴板的一个共享 还有一个拖放的一个功能 还有另外就是一个分辨率的一个呃 修改 也就是说 给人放大 让它的一个分辨率自动的完成一个修改 这都是一个Visual Boss 所提供的一些是资产功能的 如果是使用那个 一个呃 Visual Boss 也是一样类似的固有 相应的对于Linux上来说的一个对象功能 好 这一点请大家注意 一般来说 我们每按完一个系统的话 都是一个呃 需要安装一个功能才行的 好 这里在一个功能所 全部进行安装好以后 我们进行一个系统上的一个重启 在这里shutdown 然后进行一个restart 我们重启整一个系统来达到一个功能上的一个启动 好 我们等它整一个重启完毕以后呢 就能够正常的来进行一个呃 呃 六个kot在这里在这里可以找一下 在下面请大家自己去找一下 下一个6回来以后进行一个下载 然后解压之后就能够呃 嗯 呃 呃 就是安装好精彩功能 可以看到它会自动的进行一个说放之类的 好 这是一个gdk 然后安装方法它可以从这里看到 呃 跟着这里去进行一个呃 设置就好 好 接下来是一个b护 这是在14.4中所呃 必须要安装的一个东西的 好 所以在这里按住cntl 加alt加t 来打开我们的一个控制台 对 啊 好 是kntl加t 啊 我忘了好 是kntl加alt加t 打开我们的控制台 拷贝我们的这个指令 好 这里 嗯 张贴本 好 我们这是一个张贴本 然后我们把这一句命令给拷贝进去 好 然后然后是书密码 然后让它来自动的进行一个安装 这里 它就需要我们去下载一些东西 然后完成一个修改 那么这里一切就按照它默然来跑就好了 然后注意一下 如果你是不小心下载得到国产的一个提议板的话 那么这里它就可以提示你缺少一些兵力库 比如说GCC之类的 那么这时候可能要使用一个sudo的指令 来对这些库完成一个一个安装才行 好 那么这里可以看到它已经全自动化了 对这些库进行一个下载 然后安装了 好 这里让它完成以后 然后下载这么一个roost文件 把它放到乌方图这个目录下面去 这一步是必须做的 微软手机在一个wtary模式下 是无法连接上我们的系统的 好 我们放到这么一个地方出去 好 在我们的计算机的一个etc目录下 里面可以找到一个utv 也就是我们的一个设备的一个配置的地方 好 找到一个roost 好 把我们的一个这个文件给拷费进去 好吧 我们这个文件给拷费进去吧 那么这里 这里 那里拷费进去 出了点问题 也可能让书记是个重启开心之类的 好 总之就是把它 等它把这一切都设置完以后的话 也就是gdk安装完 然后这个背后也安装完 接着把usb端口给配置完以后呢 就能够进行一个圆满的下载 还有编译的一个操作 我们来看一下这样一个路文件 它只是这么一个端口的一些简单的一些内容 我们要记得把后面的一个onor里面 改成自己的一个用户名 不然的话它是不会生效的 好 这是一个乌方图系统的一个 序里其实上安装 那么下面那块就来演示 我们怎么去report一个圆满 圆满 圆满就在我的另外一台计算机 另外一台中的一个 万数系统的操作计算机中进行一个演示 这是我另外一台 已经安装好一个万数系统的一个计算机了 可以看到 这是刚才的一个文件 我已经修改好了 这里的onor 改成我的一个用户名 这台计算机的一个 一个用户名还是一样的 好 这里就根据自己刚才安装的一个用户名给修改好 好 那么这一步配置也就算完成了 下面我们就来正式的去进行一个下载 一个代码的一个下载 首先我们是需要一个github工具的 github工具的话 在这里可以找到 github官网中我们先来注册一个账号 注意一下 这是整一个系统 它是有必须有一个账号 一个github账号 才能够进行下一步操作 那么这里是行的 在那一个网站中进行一个注册 然后先来 然后使用github来进行我们的一个 邮箱的一个注册之类的 好 按实际上打开我们的控制牌 ctrl加lt加t 把它控制牌 然后输入对应的一个指令 这也是一个github 然后是一个emailgithub 那么这里的夸置是什么的 github什么的 这是我们github的账号 然后是github的名称 那么这一步 请大家最新的去完成了 然后后面 我们就对一个清华的语言 进行一个report 那么这里的话 它的官方所提供的一个下载步骤 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做的 这里的话 我是使用的一个清华的一个地下 来达到一个不需要翻墙的一个效果 如果你的墙比较厉害 比如说用云梯的话 就可以按照官方的说明 进行一个report 好 那么这里我们就使用一个清华 清华的语言 进行一个report 首先我们在控制台中 对一个清华语言进行一个下载吧 把这个3 好 我们进行一个下载 它对应的整一个设计是这里 这是清华的一个github的一个地方 然后我们使用这一套指令 然后就会看到它全自动的在我们的主文件夹上给下载好了这样一个report 就是清华让它在github上所拥有的一些东西了 好 这有这么多一个pist文件 我们最主要还是找到一个report文件 这一个是整一个安卓谷歌官方所提供的一个下载工具 我们就需要需要用到这样一个下载工具了 我们把它拷贝到这一个目录下面去 我们拷贝到一个并目录下 也就是在这里 嗯 我们拷贝到这里 在这里新建一个并文件夹 然后把它拷贝到这里 好 把这一个文件可以拷贝到这里以后呢 再来给它辅入一个执行权限 啊 辅入权限的块是用satchtango的指令了 啊 这一个是 啊 应该数学unit 应该挺清楚了 好 我们给它一个执行权限 好 那么这一个report就能够进行一个执行了 那这样还不够 因为我们啊 所下载的是 所下载的是原始的一个report 那么它下载地址还是一样 使用一个谷歌语言的 那么在这里 我们就把它修改了一个清华语言 也就是这一个地址了 好 就是把这一个地址 把上面那个谷歌语言的地址给修改 之为这一个地址 啊 这里使用警号就表示一个注释调 不要自己拒了 好 把这一部分访好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正式的进行一个原网的一个下载 首先来导出我们的一个pass的一个路径 也就是在一个report所在的一个地方 这里就表示一个闭目录下的一个pass的一个路径了 我们现在退出到这个地方 要进行一个导出吧 isport 然后pass 前面的一字小写的 注意一下 因为我在考虑的时候 这个 可以看到现在我的一个pass的环境面量中 已经把我的一个定的一个目录给包含进去了 好 这样一来 我们就来正式下载一个原网 下载原网 使用在他的一条指令 beto int-ru 然后后面跟着服务去的一个地址 后面使用一个-b指令来指定我们所要下载的一个bunch 那么在这里我们要下载的一个bunch 最后的话是qmsl 也就是这个4.4.3 然后-re的一个版本 好 我们现在是一个-re的版本 我们就把这条指令拷进去 首先在控制台上进入到我们所要下载的一个原码的目录上去 用cd指令 进入到这样一个当前目录下 接着我们使用一个-report窗户 一个窗户窗户 一个窗户窗户的一个出手 来个窗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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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会下载对应的一些数据 那么这里就已经出手号好了 那么当出手号以后就能够生一个report sync指令来完成一个下载还有更新了 那当然这里的话 由于他下载的时候经常会出现问题的 如果你发现他下载途中给断掉之类的 或者说什么什么其他的一些奇怪的东西 整一个进度突然不走 那么这一个时候就可能要重新了这些一个下载了 那当然你也可以使用下面的这一个下载脚本来 也是一样的 把它给创业一个文件 然后把这个脚本内容给写上去 如有一个实行权限 这也是一样的 好 有关于小 好 好 好 然后其他个字的freshet 或者找人的公图书 然后运行 可以看到他就可以自动的从官网上完成一个日期间下载 那么整一个过程的话可能需要比较长的一个时间 毕竟整一个圆码会比较多 大碗有时来取索要可能要挂一个网上 因为你的网络够好要挂一个网上 如果不好的话经常会出现中断情况 就需要重新进行一个下载了 然后这里 当他整一个项目给跑完以后 就是下载完以后的话就可以进行下一步的便利了 那么这里下载的下载我就不演示了 好 好 假如说这里已经知道了 我把整一个安卓的一个代码给下载到一个地方送去 这就是我下载好了所有的一个代码 好 那么在这里我就可以进行的下一步便利了 定义的话可以用下载的接下来的几个指令 首先我们要运行一个sh文件 来进行一个 定义环境的一个设置 还是一样转到我们的控制台中去 打开控制来用cntl加alt加t加t再说一下 先进入到我们的一个圆满的目录项 好接着我们让这几个呃 定义环境的一个试试 首先执行这样一个脚本 可以看到他已经促使画一些呃 运人乔里面了 每一次定义之前在我们的一个命令行中 一定要先促使画在一个呃 脚本才行 接着我们给导入导入我们的便利耍向 呃 这里 这一个这一行指令的意思就是使用一个呃 模拟器的一个呃 模拟器的一个便利设置 按回车 好 可以看到他已经呃 设置好我们的一个模拟器了 可以看到 我们生成的是LSPARM的格式 然后是一个ENG 然后是release 然后对应的目标是ARM17的 那当然 如果只打LUNCE的话 可以看到他里面包含了这么多的一个呃 模拟的配置有14个 一个是LSPARM的对应X86也有 Mix也有 然后这里是对应的手机的话 是一个Macro的一个手机 好 模拟器我们是一般默然选拟了 好 好 下面我们再来呃 进行一个呃 使用缓存 呃这里缓存的设置的话 只要设置一次就可以了 好 我们这里就是设置他使用一个呃 编义的缓存 那么这样在后面的时候 编义就可能可以快一点点弄不住 好 呃 使用缓存就是 就是export 等于1 好 那么后面接着啊 这条指令就是设置我们缓存的一个 一个空间 一个大小 在preview的一个里面的 preview是在这里呢 好 在这个目录下面的 呃 00的操作 然后是一个呃 cca4 1的 cca4 用个刚刚的一个选项 那里的话我们使用一个100GB来做一个缓存的空间 好这里就是设置一个缓存的地址 这里我按照一个默认 好把上面的这里都设置好以后 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编译 编译要快用一个make指令就可以了 我们这里直接使用一个make 后面的刚知识的话 表示我们使用一个四线层来进行一个编译 跟这个现成的数量根据里的CPU核心数来进行一个编译就可以了 那么把这些指令给打进去 然后点击一个make指示 它就可以自动的完成一个原代码的一个检测 还有一个编译 那当然这过程中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意外的情况 比如说一个加尔版本不对之类的一些小东西 这个是非常有可能的 那么这个时候就应该根据它的一个错误提示 来进行一个对应的一个修改 比如说这里我在配置中的话 是使用了一个GDK8的 这显然是不对的 因为这一个版本的一个系统的话 它是使用一个GDK6才行 所以这里的编译的话 应该是会在某一个部分给报错了 好那么在这里的话 先来说一下作业吧 这一段话就请大家来根据这节课的一个提示 或者说一个演示 来形成一个配置环境的一个评解了 这个进行更加固然也就是 基本上也是一个分析我们的操作所生亡的一个操作而已 好了 我们大家好 那么现在的话已经整一个系统给编译完成了 那么编译完成结果的话 就是像这种情况类似的 可以看到它上面的话 输出了我们的一个编译的一个结果 它这里就是我们的整一个系统的一个模块 给输入到这个目录之中 就是一个安卓目录下的一个out文件 里面有一个image文件 那这个就是最终生成的整一个安卓系统的一个文件 如果想要对这一个系统进行一个测试的话 我们可以使用安卓它本身制造的一个模拟器 就是emulator 这个和我们windows上的一个avd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不过它在一个mwc或是在linux上的一个效果的话 是远远比windows上要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谷歌官方的一个模拟器 它速度还可以 还可以 一般在调试上来说 在文件上的一个测试 都是先这样进行一个模拟器上的一个测试 把对测试通过以后 才对它进行一个缩到手机上面去了 这个的话就是一个模拟器模式的一个编译 如果是想要编译手机的那种版本的话 要重新的进行一个设置 调成手机板再行 因为它编译的时候可以在一个内核文件进行一个链接 那么这次我选择的是第一个 也就是一个模拟器的一个内核 就是这样一个东西 好 那么我们直接打一个emulator的话 进行一个模拟了 那么模拟的效果的话还差小可以了 那么这里的话就是整一套系统的一个编译的流程 那当然 那当然 并不一定说是每一个人一开始编译就能够顺利通过了 如果是和我的操作是一样的话 的话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如果不是的话 也可以发现中间编译中 它会爆出一些奇奇怪怪的错误 那么这个时候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 报了错译的一个说明来进行一个修改 这个系统的编译的话还是挺智能的 还是挺智能的 所以还是可以 那么这一期的节目的话就到此为止了 好 谢谢大家